花梨县残季疫苗施打才网络预约 7月4号上午8点钟一开放立刻秒杀了 速度之快不输给北回县过年的撤票定位 7月3号花梨民众用赛跑方式来决定打残季之隔的新闻 重创了花梨县政府团队 县长徐中卫不断道歉也改成网络登记 不过4号早上8点钟一开放 不到十几秒残季就被定光了 这个残季的预约啊 在短短30秒里面有983个输入成功 但是只有应该是只有不到100个预约成功吧 就是等于说其实在瞬间 很多人是要预约残季的 所以表示我们这次网络预约的部分 还是发挥一些功效 大部分民众对于3号乱象表示不满 但现在改为网络登记虽然比较没有争议 不过这种像抢火车票的模式 还是有民众希望可以改成抽签 上了年纪他不会啊 不会网络啊 你这样子会觉得说不公平啊 你看就是大家统一报名以后 然后每天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 对啊 你如果觉得说大家用网络预约的速度 那有些人他抢不到 或者是网络塞车都是困扰啊 那人家会质疑啊 你在公平性到底在哪里 是不是有黑箱作业或内线作业之类的 至于张所打疫苗部分 在7月4号也改为电话网络预约 分流之后人潮不像3号一样拥挤 今天预约的情况呢 上午是300 下午是200 那截至目前为止 已经帮这个长辈接种了210位 那施打率是非常的高 那乡亲 长辈也非常的踊跃 那今天呢 警方也这个协助了很多 施工所也派出了协助 那事实上今天呢 乡亲是在昨天接到我们的简讯以后呢 他们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时间 来接受的接种 所以今天非常非常的顺畅 县长徐正会强调 打疫苗是预防传染的最佳方法 呼吁华人乡亲 符合资格的 一定要来接种疫苗 介续会华人士报道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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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